正升广播公司嘉宜电台与嘉宜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合作 举办为期一梯次的抵加环保好生活儿童广播营 安排环保节电及新闻广播相关内容 邀请第一线记者广播从业人员等专业讲师授课 并带领20名国小4到6年级的学童来走访嘉宜市 以地方创生与友善农法著称的后裔社区 透过环保社区参访、教育手作、新闻稿写作、播报新闻 了解媒体工作者实地走访的真心 也在寓教娱乐的氛围中达到环保宣导的效果 既家环保好生活儿童广播营 不仅让海空认识媒体工作 我们合作内容也非常精彩 除了有新闻写作、互惠参访以外 我们还有广播剧跟节目播报梗 我们希望来参加个孩子功能收获满满 帮活工的精神秉持着嘉宜市全民共享四个移居的城市愿景 我们的课程也融入了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为指导原则 我们作为一个永续的城市 我们持续窥广民众开放 那就根据购买有经验标证的产品 我们鼓励市民朋友从日常生活中落实经验检看 我们永续发展的目标不只是口号 我们更希望大家能一起来实行 比加环保好生活儿童广播营结合广播与环保参访行程 上午走访后裔社区 由多元跨域社群共同参与社区改造的酱材工厂 旧食铁道月台遗迹以及后裔社区小澎湖住宅 并且手作酱菜体验社区古早产业文化脉络 下午结合节电课程与邀请台湾野鸟保育协会理事黄鼠亭 为学童增进自然保育课程 并邀请第一线记者广播从业人员 带领学童了解记者的工作内容 撰写新闻稿将整天的所见所文化为文字 并且录制自己所撰写的新闻稿 让孩子透过丰富多元课程 建立自己对各领域的探索能力 透过整天的课程培养更丰富的环保知识 也一探神奇有趣的广播世界 以上新闻由正生记者侯佩瑜采访报导 以后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